來到貓空山上走走 絕不能錯過 找間茶館坐下來 喝杯熱茶品名望山景 四十幾秒你就把它倒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比較活的了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是尾香杯 從聞茶香到等待茶湯熟 擁有二十幾年經驗的有機茶 得主張福清說 其實喝茶這口感 冬茶和春茶也有分 茶葉的受取的這個營養 或吸取的這個所謂的養分 或日月精華來看的話 它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要想放老茶 或想喝那個韻味比較強的 建議是喝春茶 想想滋味醇厚的口感 選春茶準沒錯 因為茶樹經過秋冬季生長 茶葉肥狀維生素含量也比較高 客人來毛孔品名 通常也選韻味比較重的鐵觀音 這個叫做熱風烘茶機 它從這個發熱品在這邊 它從這邊灌下去 從這邊出來 它這個熱風尋 所以我們大概分四到五次 每一次都會重新再病一下 老闆紅茶從低溫慢慢加熱到高溫 製作茶葉每一步都細心照料 也才能確保每一口茶入口 都能香醇回甘 八大新聞全新揚聲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老闆水 其中一個很新揚 清水 大衣 五次 感谢观看